其他的政治焦點只要來看到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昨天邀請了兩位國民黨內的大咖士到基隆為他的反罷免站台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也出現了 不過郝龍斌字字句句呢 還是離不開近期的話題焦點 也就是金華城案 而前總統馬英九已經是第三次來幫謝國良站台 他就開玩笑啦 說自己平常也不是沒事幹耶 下次要收錢了 我警告你第四次要收了 謝謝謝謝馬總統 馬總統又又又來基隆了 短期內第三次來幫基隆市長謝國良的反罷免投票站台 馬英九警告下次可要收錢囉 兩人雙手握緊緊 傳說中馬英九的死亡之握 對謝國良來說卻是幸運的手 馬總統每一次過來之後 我緊握馬總統的手 然後努力爭取民眾的支持 感覺上我們的支持度就有微幅的增加 兩人到基隆擺服黃昏市場掃街 一一根攤販打招呼問好 馬英九還接地氣的自掏腰包買花生 這天來到基隆的不只有馬英九一個人 前台北市長郝隆斌前程參香 希望謝國良罷免風波趕緊過去 郝隆斌到基隆暖暖邀請市民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郝隆斌絕對是一個好市長 而且他抵擋了權力的魔界財團的誘惑 捍衛基隆市民的市場 句句稱讚謝國良卻也暗酸柯文哲 郝隆斌把堅守金華城的容積率 乘坐自己台北市長任內光榮的印記 即便人都到了基隆 焦點還是離不開柯文哲 一天之內兩位國民黨大咖前後站台 都要為謝國良的反罷免投票持續累積能量 記者綜合報導